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佑佳 新闻的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牛奶验出H5N1禽流感病毒 FDA表示不必担心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周二表示 至少在八个州的牛奶中 检测到禽流感病毒 FDA表示消费者不应该担心 牛奶供应的安全性 因为禽流感残留物已经灭活 而且研究结果显示 不会对消费者构成风险 FD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会改变我们对牛奶供应安全的评估 货轮撞塌巴尔地摩大桥事件 船主和管理方遭起诉 今年3月26日发生货轮撞塌巴尔地摩大桥事件 将近一个月后 巴尔地摩市政府正式对造成事故的 达利货轮的船主和管理方提出过失诉讼 控告被告应对大桥倒塌承担全部责任 因为在货轮离开巴尔地摩港口时 船主和管理方已经知道店里存在问题 但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仍然继续航行 天纳西州通过法案 允许教师带枪进校园 天纳西州众议院共和党人23日通过一项法案 允许部分教师和员工可以携带隐藏式手枪 在公立学校场所 并禁止家长和其他教师知道谁携带武器 这项法案以68比28的支持票获得通过 将送交共和党州长比尔来决定 如果他签署成为法律 浙江市自去年该州纳什维尔市伊索斯利小学发生致命枪击案后 该州扩大枪支准入权的最大措施 因包装问题 Primal Kitchen召回玻璃桩烙梨油 由于产品玻璃瓶可能破裂导致产品溢出 Primal Kitchen宣布自愿召回 2060箱750毫升烙梨油 召回的产品最佳使用日期为2025年8月19日 购买这些受影响商品的消费者应该丢弃该产品 并联系Primal Kitchen公司 受影响的产品在美国东部加州以及全国线上销售 购买这些受影响商品的消费者应丢弃该产品 并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半联系Primal Kitchen 东部标准时间周一至周五 电话888774-6259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